多人啊 大家好 我是波波 大家好 欢迎波波 他今天远从加拿大特地做飞机来 一定要跟大家说 非常非常支持我们的汉补杰活动 哇 好 修完修完 来 等你上台 来我们的辛苦的主办团队 如果你散落在各个地方 也麻烦所有主办团队上台 谢谢 哦 今年的活动真的非常的特别 就是今年除了是我们第四次 第四届国际汉服出行日 然后也是我们第三次在西门红楼 这边主办的国际汉服出行日 一年真的比一年的还要盛大 那今年呢 我今年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文样 然后我们的主视觉是叫四地无意 我们是从中国节来做一个基本发想的 来出发 那它象征着我们中华人这个环节 然后也象征着传统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然后今年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还听说就是中南部有包游览车上来 中南部的朋友在哪里 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中南部的朋友 怎么只剩你一个 中南部的朋友可以帮我挥个手吗 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对我知道南部有包了两辆游览车上来 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今年还有很多 从世界各地来的好朋友 然后都有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样子 那我在这边呢 就邀请我们的红楼总监 我们的李总监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今天第一次参加出行日的感觉是什么 好 那个谢谢我们波波执行长 还有我们所有目前幕后 为汉福姐出力的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我想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 谢谢 我是西门红楼总监李志勇 非常荣幸今天看到汉福姐的活动 人山人海 把我们的红楼的广场就集爆了 我希望每年的11月的第三个礼拜的周末 我们汉福日 汉福姐 都来西门红楼这边 然后我们全台湾各地的朋友 汉福的爱好者 都可以来这里共享盛举 那刚才波波执行长特别提到 从2020年开始就是第一天的汉福出行日 那我们之后2021、2022到今年2023 西门红楼一直陪伴着我们汉福姐的盛大主办 那也非常感谢波波执行长每年越办越好 我看到人次是逐渐的上升 特别是前两年在疫情之间 因为群聚的事情是大家会很紧张的 但是波波执行长跟所有团队 还是坚持把汉福姐这样举办下来 那特别到今年我们2023年 疫情已经慢慢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已经离开我们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在汉福姐这么多了 我觉得是对我们疫情之后 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然后这么多爱好者一起聚在一起 我觉得是打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强力争 让我们的汉福姐还有我们的旅游市场 让大家可以有更活弱的一个场面出现 那我想利用我们西门红楼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东道主的一个身份 我想预祝我们的汉福姐圆满顺利 然后一届比一届更好 那所有从全台湾各地 甚至有些海外的参加汉福姐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可以获得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光 在秋高气爽之下 我们希望西门红楼这个场地 大家尽情的游乐玩耍 然后很多的古风市集 还有很多的古风的演出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欣赏 然后多买一些无上商品带回去 那我想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那因为其实时间有限 我还是要来让我们的最大的赞助商 我们的赫木堂贺董事长 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柏柏执行长 还有我们红楼的李总监 以及各位好朋友 非常开心再次看到各位 因为赫木堂跟大家走在一起 一直走下去 这是我给柏柏的一个承诺 那赫木堂呢 其实我是赫木堂刷办人兼董事长 那么赫木堂其实 它在产品定位上 就是中华文化加台湾文化 所以呢我们的产品呢 会把中华文化跟台湾文化加进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呃我们是生产高粱酒 那么高粱酒 其实这几千年来 呃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呢 是一个喝酒的民族 也是远远流长跟酒 都有您直接关系 所以不管分商已经都会用到 那赫木堂呢 就把中华文化 再加上赫木堂本身 是在隶属台湾 所以也把台湾的台湾文化 也把它加进来 那我们得到了文化部的文创精品奖 那么以往呢 我在公卖局服务的时候呢 我把台湾品酒的品牌年轻化 那目前赫木堂 致力于要把高粱酒产品年轻化 呃欢迎各位 如果找个时间呢 就到黎红楼大概 我们这边走路 过去大概只有四五分钟的时间 就在中山堂的对面 延平南路83号 欢迎各位来品酒 那我会亲自来接待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还有 呃我们的那个 那个立川的 立川黄金锅的行商总监 我们的红薰哥 然后还有我们也是 第二次参加的中德大律师 对 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 呃也是我们的 呃对岸的加善线 加善线的一个代表 华兰姐 谢谢 然后还有这次真的很辛苦 来我们的行军团 我们的团长虎芬 来萧文 好我们其实真的 整个团队上上下下 是非常的辛苦的 然后而且今年的 队伍人数非常的众多 那我们今天就 非常谢谢各位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更多的精彩的表演 我就把主持伴交还给主持人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贵宾 谢谢 好我们先请贵宾们合照一张 请大家往前靠近 好我们先看中间的摄影师 中间的摄影师 而且往前后 帮我们举个手一下 剩下 dre 和我们看中间的摄影师 好我们再往上得美 好再来我们看我们左边 左边的摄影师们 左边的摄影师 好 再幫我們看舞台右側 右側的攝影師 右側 好 非常謝謝以上的貴賓 那接下來繼續讓我們欣賞精彩的表演 謝謝貴賓們 接下來第二個節目一樣是由我們勇太鼓帶來的表演 古暈應揚 是由小朋友在台上